这是什么情况 以下黑手著称的韩国队竟然摔出了赛道 看到这样的画面 真是让人大快人心 中国队教练也是直接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是2013年短道速滑市井赛 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 也是在这届市井赛上 伤后付出的王王王者归来 并且是加冕了500米的四冠王 但比这更让人激动的 就是这场女子3000米接力赛的决赛 我们都知道 在短道速滑的项目上 韩国队已经是臭名昭著 经常性的在比赛中做小动作下黑手 不仅是对我们中国的选手 很多国家的选手都遭受过韩国队的黑手 所以韩国队已然成为世界公敌 在这场比赛中 韩国队又瞅准机会准备犯规中国队 结果被我们中国选手狠狠反击 最后我们中国队也是夺得冠军 韩国队试图犯规却惨遭报应 最后颗粒无收 也是让人大快人心 这场比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回到比赛中 才派一声枪响 比赛开始 韩国选手率先占据第一名的有力位置 我们中国借而紧随其后 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一场中韩大战 毕竟当时的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整体实力 都稳稳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 可以说十分默契 中国的主教练李远 还能不能再收获一个金牌 整体有点混乱 可以看到 在比赛还剩十四圈的时候 场上已经分出了两个集团 韩国队依然是占据第一的位置 中国队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一次交接棒 王萌依然是英姿萨爽 双手背在后面滑行 不把韩国选手放在眼里 在比赛还有六圈的时候 中国队在直线赛道成功反超 结果又在弯道被韩国队超越 这场比赛的关注点都落在了中韩对决上 下面本场比赛的高潮即将来临 随着比赛所胜圈数不多 场上的角逐也愈加激烈 就在比赛还胜四圈的时候 韩国队又一次试图犯规中国选手 结果自己摔倒在兵面 结果都看不下去了 赶快完成比赛 一碰撞之后 韩国队还试图想用 水能来带倒中国队的选手 当然我们就把它理解为 韩国队失去控制了 让我们慢动作回看一下 这边范克星 就是在一个交接棒之后 沈时熙和范克星碰撞 可以看到 两人的碰撞发生在刚出弯道 范克星在出弯道后准备外道超越 结果处在内道的韩国选手 直接贴了过来 意图阻挡范克星的超越 但范克星速度比较快 结果直接被撞倒在赛道 范克星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过弯后顺利交接 中国选手一马当先 在最后的冲刺中 中国选手王盟也是在没有冲现前 提前庆祝比赛胜利 但是关于刚才的碰撞 裁判到底会怎么办呢 中国队是否会成功夺得冠军 对于刚才的碰撞 可能大家看得比较迷茫 让小编带你再回看一下这次碰撞 可以看到 在交接棒过后 中韩两名选手过弯后直线冲刺 由于过弯的惯性作用 范克星是在不断地纠正方向往内侧滑 但是本就处于内道的韩国选手 并没有什么纠正方向的动作 此时韩国队的滑行路线是异常的 靠近范克星后 韩国选手狠狠用肩步撞击范克星 阻挡范克星超越 结果导致自己重心不稳摔出赛道 这一下也是摔得不轻 看得小编也是拍手叫好啊 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活该啊 场上的观众也是欢呼声不断 现场的教练员们也是在不断商量 选手们在等待教练们的判罚结果 最后哨声响起 裁判给出了最终的比赛成绩 中国队夺得比赛冠军 成绩有效 而韩国队直接被判定犯规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成绩并没有取消 韩国队的教练也是一脸郁闷 被判犯规后竟然表情微笑 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对于这场比赛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